因為明天我們要去櫻花鍋露營 我們這次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日式料理 所以今天就來這邊採買 今天呢我來到優然秘境 上一次我元旦的時候來這邊爬山 就發現了這個可以野營的秘境 這個地方因為平常沒有對外開放 所以你們可能沒有機會來這裡露營 不過我錄給你們看 今天露營的主題就是 是唐吉哥德 首先先說這不是業配 是因為呢太久沒有去日本 非常想要逛日系的超市 所以呢那天我就去朝聖了一下 結果我意外的發現 唐吉哥德有非常多適合露營料理的材料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來介紹這些 跟朋友們一起去唐吉哥德買的所有的食材 順便來介紹一下這次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露營期就是早餐、午餐、晚餐 用這個概念去想就好 北海道牛乳 早上一定要喝咖啡配牛奶 或者是做一些歐姆蛋什麼的 都會用到 然後早餐還有這個 我去洗騎 它的那個 是嗎? 這個英文名字真的覺得太莫名其妙 這個 的工作室 手做的肉桂捲 這真的是我做的 然後早餐還有準備這個 鮪魚罐頭 另外還買了一個 水煮鮪魚 然後上面還有橄欖油 所以很方便 早餐還會做馬鈴薯泥 跟這個 你們都忘了 它是現成的鯛魚燒 直接放到煎鍋上面熱一熱 我覺得這個超棒 水煮雞肉 然後它是用黑胡椒搖味的 接下來呢介紹 午餐 午餐我們決定要吃那個 手做的飯糰 握握壽司 我們買了這種 日本的米 然後它這個是可以快速熟的 配這個 海苔 我還買了這很可愛 這個是杯子蛋糕的海苔 還買了超幼稚的這個 Hello Kitty的 飯糰塑形的小道具 然後我有買這個 調味的 鮭魚 如果覺得真的很無聊 再把白飯做這個茶泡飯 這個呢 是蒜頭罐 很多人會覺得 幹嘛浪費錢買這個 但是你知道其實露營要剝蒜頭跟切蒜 是一件蠻煩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想說看到這個就可以買 接著進入我們的重頭戲 晚餐 這次的晚餐 由我小飲食本人所設計的菜單是 這個 大阪燒的專門用的粉 它裡面已經把麵粉 還有發酵粉等等的都調和好 完美的比例 然後你知道加雞蛋 或一點水 攪一攪就是那個大阪燒的麵糊 再配合這個 大阪燒專門使用的淋醬 跟美乃滋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大阪燒口味會做 海鮮口味 帝王蟹肉棒 還有讓我們歡迎今晚晚餐的主角 三位隆重的嘉賓登場 奇奇爸爸提供的三隻大龍蝦 所以今天晚上會做 帝王蟹肉棒 還有龍蝦口味的大阪燒 光講就被講幾分鐘了 這次因為要做日式的味噌湯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日式味噌湯的吉隆湯包粉 這個是真正想要推薦大家的 這是一個乾燥的豆腐 等一下加到湯裡面會膨脹 變成一個大塊的豆腐 現在呢我們在配料 等一下要做大阪燒的材料 切一些蔥花 然後令菜把它切成這種碎碎的小頂 大阪燒的粉 還有雞蛋全蛋 加進去等一下把它和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用那個 兜兜準備的大堅果 等一下我們這樣子 Gina你今天晚上有準備什麼嗎 簡單準備了一些 昂陽雞 雞蛋炸豆腐 冬天必備的不皮辣椒雞 今天晚上就是 日式 今天準備的龍蝦 我剛剛把這個蝦頭準備要 丟到我們的味噌湯裡面去 熬湯囉 沒辦法想像我竟然 在處理龍蝦 小影師要開始做大阪燒 今天的助手非常高級 是我們的 剛剛已經有先抹一點油 我先做一人份 我今天要炒一下 好不用炒 下幾個 整棍的龍蝦肉 趕快把它剪起來 現在這個工作 引起了全場的興趣 每個人都想要坐在這個位置 今天終於是 固定媽媽的特休日 以後是不是會 想要跟小影師出來錄影 非常的不錯 然後 欸可以了啦 我直接把它翻面 1 2 3 看起來很厲害 第一位想吃的朋友 準備好你們的盤子 1 2 3 OK 我決定 我們等一下再做一個成功版 現在這是四座 第一次試做的時候 沒有把高麗菜跟麵糊加在一起 吃起來那麵糊味有點太重 剛剛我們來了一個新的做法 我把蔥 高麗菜還有麵糊 都先調合成這種濃度 然後一起下鍋 來囉 再來一點 再來一點 蟹肉棒 主角 剛剛有點太厚 所以我們就把它這樣 稍微壓餅壓餅一下 差不多了 你現在很完美 1 2 3 有耶 有耶 壓一下 第二次翻面囉 有耶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把這些料 鋪上去 好 最後再撒上一些柴魚 好吃嗎? 好吃好吃 好吃啊 我覺得味道啊 還有就是整個配料的比例什麼都不錯 火候可以再稍微拿捏一下 麵糊其實可以用高湯 稍微調的濕潤一點 就會做出比較好吃的大阪燒 Cooking Baba今天要準備 唐陽雞給我們吃 第一次用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好厲害喔 超好吃 吃飽了 準備入夜了 今天晚餐 我們自己設計了日式料理的菜單 然後吃得很滿足 第一次在優然祕境耶 今天就這樣子囉 明夜早上起床再帶你們去看 漂亮的 櫻櫻花 櫻花 晚安 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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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午餐的時間 我們今天午餐就是要做這個 飯糰 它已經是熟了的狀態 我們剛剛把它加到鍋子裡面 也用一點點的水 慢慢的去燜熟它 它好像已經一塊好了 我再試試好了 好囉 要開始做我們的飯糰了 今天想要做的頭會是這個 鮭魚飯糰 鮭魚飯糰 剛剛已經把煮好的白飯 其實這白飯好像真的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剛剛實際加一點點水 大概只煮不到兩分鐘 它就熟透了 先把它放在一個大盆子裡面 涼一點點 就是溫溫的就好了 我先把白飯均勻的灑一點這個 鹽巴 稍微拌一下 讓那個鹽味比較平均一點 這完全就是我自己發明的做法 這個海苔上面其實已經有灑一些鹽巴了 所以 剛剛那個白飯裡面的鹽巴就不用太多 我先來一點白飯 因為這個是長方形的飯糰 所以就給它黏著這個飯糰的便便 就像壽司那樣 對對對對對 然後 一點鮭魚 再來鋪一點點白飯 第一個小失敗 小影師又失敗了 我先自己一個人享受一下這個失敗的飯糰 這味道是可以的 再給小影師第二次的機會 剛剛 很失敗 所以小影師決定在做第二顆飯糰 我這次要做這個 哈囉Kitty 我覺得是因為我的白飯用的太多了 所以這次我的飯量可以小小減少一點 然後撒一點點鮭魚 再來 把它上面的飯鋪平 好的 現在是呈現這個鬼樣子 它整個炸開 但是不擔心 因為我們要把它壓縮型 等一下喔 然後把它 喔有有有 啊 是這樣嗎?感覺快壞了 已經壞了吧 整個都卡進去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好好 這蓋子壓進去 壓緊 二 三 你們看 哈囉Kitty 看不是很出來 幫它加個鼻子眼睛 眼睛 鼻子 眼睛 像嗎? 哈囉 完成 下一個呢 我要做的是這個 像杯子蛋糕 那樣子的海苔 打開之後它就是這個 杯子蛋糕的海苔 等一下就把白飯 鋪上去然後放一些料 就變成一口吃的 杯子飯糰 啊 終於完成了 看起來好吃嗎? 上菜囉 這海苔怎麼做的 昨天出發前先在家裡 用那個烤模把它烤出來 好厲害喔 很厲害對不對 那妳看一下這個包裝 所以這次本來就長這樣 對 乾杯 來 嗯 好吃 午餐的第二道料理就是 鯛魚燒 好可愛喔 它是做好的 我剛剛有熱了一下奶油 直接把它這樣子煎一煎 它這個外面已經煎得脆脆的 可以把它盛盤了 好了 消影師第二道料理 非常的容易 加熱一下就是我們的 紅豆鯛魚燒 嗯 好重喔 很好吃 要用奶油煎 很好吃 很好吃 它這裡面有一點點麻糬麻糬的感覺 很脆喔 要趁熱吃 嗯 好好吃喔 嗯 下一道料理 繼續 我們要來煮這個海鮮的粥 這是主人做的那個龍蝦湯 留一點點湯汁當高湯 然後就可以做海鮮粥 我的粥 我做的雜炊粥 這個是所有的龍蝦精華都在這裡面 最後再來一點蔥 完成囉 哇嗚 這一次成績算是獲得大家的任何 有一個加冕的儀式 由琪琪為我送上她雕刻了一整個下午的木棒 就是帝王蟹肉棒的另外一個角色 帝王蟹木棒 莫名其妙 好啦 今天第二天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臨時突然又決定 要繼續留在這邊過第二個晚上 想不到的 而且我們竟然可以從剩下的一些小配菜 再端出幾道厲害的料理 會不會戰勝我們的大阪手 好像滿有這個機會的喔 因為聽說我剝皮辣椒的雞 那就好好享受這個舒服的天氣吧 好 揭開夜晚的序幕耶 好 我要掉槍了 山槍會過來救我嗎 這邊還有穿山架 他們可以帶我下山嗎 我真的很難過 我現在不知所措 各位YT的粉絲 你們參與我人生最悲慘的兩次 也算是滿有緣分的 我在絕難中 還是要保持一個樂觀愉快的心情 度過溫馨的夜晚 我真的也沒想到我在這種時候 還可以保持心情幫你們做好 我根本就吃不下 早安 剛剛叫好了吊車 沒有想到 我的優然秘境 櫻花下的露營 最後竟然又是 屌恰的結尾 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剛剛哲哥介紹他的得利卡 我覺得不錯 爸爸考慮一下喔 這集影片就是送給我爸 爸爸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留言說 可以換車喔 掰掰 現在不是我的車屌恰 是我的吊車屌恰 他已經放了那個脫困板在那裡了 我本來也沒有說 你看看 你看看 趕快聊天 那現在 你會安心 進去 你 你 你